一转眼就到了 2022 年末 我们现在已经是时候来看一下 2023 年会有什么新车发布 接下来了我们就选出了几辆 2023 年最值得期待 或者是已经确定会来马来西亚市场新车 如果你明年要买新车的话 接下来的影片内容你一定不可以错过 第一辆要讲到的新车就是 Proton 的这个 S90 其实这辆车理论上应该是在 2022 年发布的 但是 2022 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例如说因为这个疫情影响 导致全球汽车零件短缺等等的问题 导致这款车一直延期到了 2023 年 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 2023 年的第一个季度 或者是上半年我们就会看到这款车 因为目前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这个叠照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可以看到它已经更换上了 Proton 加传的这个 Infinity Wave 的这个水箱护照 还有它是右驾车型 所以可以看出其实它已经非常的 ready 的啦 我们来讲一下这款车的细节 其实这款车在中国是叫做这个吉利的豪越 它是一款 5 加 2 座的这个奇人座 SUV 它主要的卖点其实就是主打这个车上录音 Car Camming 的概念 所以它拥有非常宽敞的空间表现 除此之外呢它的座椅设计是这个 2 加 3 加 2 的设定 而且第二排座椅每一个都可以做独立的倾导 这也意味着它的空间表现其实是非常灵活的 不管你是有载人载务或者是户外活动的需求 基本上这款车就可以满足你 这也是之前Proton 其他的车款所做不到的 Exora 好像做得到啦 不过Exora 有点烙啦 在引擎动力配置的部分呢 其实没有什么惊喜啦 它采用的应该就会是这个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74 HP 峰值扭力表现 255 纽兔米 匹配 7 速的这个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应该不会有 Overdrive 的版本 主要是前轮驱动 除此之外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可能会是 Proton 第一款采用混合动力配置的车款 它匹配的是 48V 的寝度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可以提升到 190 HP 这样一来呢 它的马力表现其实已经比原本的 1.8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还要高 所以我相信动力应该是够用的 但是会买到家庭车的 谁会要求动力很强嘛 对不对 其实主要就是给你一个很流畅的驾驶过程就足够了 OK 接下来再重复一下 这款车预计会在 2023 年的上半年发布 第二款要讲到的车同样是一款骑人座的车型 是来自 Honda 的 BRV 其实这款车在 2021 年的年末呢 已经在印尼市场发布 而且在印尼市场的销售成绩也非常的好 新一代的车型车身尺码放大了 轴距从上一代的 2660 变成了 2700 加上 Honda 的这个空间最套化设计理念呢 所以这款车的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宽敞的 和刚才提到的 Proton S90 一样呢 这款车其实也是主打一个车内露营的概念 所以它的座椅倾倒是非常的灵活 载人载物都没有问题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 因为这个车的定位并不高 所以它的设计可能比较朴素一点 但是基本上应该要有的功能它都有 例如讲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还有 Honda Sensing 都可以在这两车上面看到 作为家庭车安全配备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拥有接近完整的 Honda Sensing 安全配备 加上六个气囊 最重要的是它有 AACC 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引擎配置了 这款车配备的引擎呢 是 1.5 公尘的自然晶气引擎 跟 Honda City 同款 最大马力表现是 118 HP 峰值扭力表现 145 Nm 匹配 CVT 的变速箱 虽然讲这个动力表现是看起来中规中矩 但是实际上在同级的车款里面 它的动力表现已经是最强了 所以我相信 大家使用这款车的话 这动力表现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投诉啦 这款车同样的预计会在 2023 年的三半年登场 接下来就要讲的第三款车是来自韩国的现代 就是 Creta 这款车其实是为了东南亚 印度还有这个南美市场开发的 V-Segment SUV 它的车身尺码非常接近 HR-V 但是它采用了 Hyundai 新一代的家族设计 看起来有点像 Hyundai Tucson 整体的外观设计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另外它的内装设计 看照片的话其实也非常有质感啦 整个内装设计的层次感很分明 而且还有氛围灯 这一点真的是真色不少 不过呢 这款车的空间表现我相信应该是中规中矩啦 就是 V-Segment 的水准 不过呢 我相信会买 SUV 尤其是买到 V-Segment SUV 的朋友 对于空间的表现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需求 毕竟如果要更大的空间 可能买 MPV 或者直接升机去 C-Segment SUV 会更好 不过这款车的外观设计来讲我个人是喜欢的 你觉得这个Creator 的外观设计 你会给多少分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在引擎配置的部分呢 这款车在印尼市场搭载的是 1.5 公升的 SmartStream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13 HP 峰值扭力表现 144 纽顿米 匹配 CVT 的变速箱 不过这个 CVT 有点特别啦 因为一般的 CVT 采用的是钢带 它采用的是钢链 所以整个驾驶起来的感觉其实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如果有开过新代 Hyundai 车子的朋友 应该都会明白我在讲什么 而根据这个 Samtapi 公布的预告呢 这款车会在明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因为同样是采用 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的关系呢 所以我预计它的驾隔应该会在这个 Honda HR-V 1.5X 版本附近啦 就是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 因为配置更高一点点 我们接下来就看下 Hyundai 会不会给我们惊喜 会不会让这款车 CKD 呢 CKD 的话 明年的 B-Segment SUV 市场就精彩了 第四款会在 2023 年发布的重量机型车 就是 PRODU 的全新一代 ASIA 代号 D74A 但是首排有另外一个代号啦 这款车会采用 DNGAA 平台大造 车身尺碼会比起上一代大了一点点 尤其是车身的长度大概是长了 100mm 左右 空间更大 操控更好 安全性更高 不过在引擎的配置 还是会维持这个 1.0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这个 DCVT 的变速向 除此之外 安全配备也会有一点点升级啦 如果大家觉得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期影片特别讲一讲这辆车 因为其实目前我手上已经有不少的消息啦 所以大家留守下我们的频道啦 这款车预计会在 2023 年的 2 月发布 最后一款车要讲到的就是大家期待一咎的全新一代 Toyota Vios 因为自从 2013 年推出之后 原厂都是一直小改一直小改一直小改 改到这个 2023 年 我们终于要在马来西亚看到它的全新大改款了 据说呢这款车的大改款会在 2023 年的 3 月发布 所以大家把这个日子mark 下来先啦 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观细节 它采用了跟 ELZA 还有 VELOX 同款的 DNGA B 平台搭造 比 Sammon 的平台 所以它的车身时马会比起上一代更大一点点 车身宽度也会更宽 所以如果你是要载人的话 这款车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它的安全跟操控表现也会更出色 至于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同样也会导入这个 Toyota Safety 线 也包含了 ACC 还有 Stop Angle 的功能 所以这款车的配备真的很让人惊讶 除此之外呢 在泰国版本它拥有这个 64 色的氛围灯 但是我们不清楚哪一家市场会不会引进这个配置 如果会引进的话 我可以跟你保证这款车会很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至于在引擎的配置呢 这款车会搭载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所以它马列表现预计为 104 HP 风车轮位表现 138 Nm 这样子停一下好像比上一代更弱是不是 不过不用紧 因为它匹配的同样是 DCVT 的变速箱 以我们试驾这个 ELZA 的经验 我觉得这款车的动力应该不会让你太失望 可能会失望啦 但是不会太失望 OK 以上就是我们获得的细节的 这款车预计会在 2023 年的 3 月发布 怎么好像全部都是 3 月发布这样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这五款车里面你比较期待哪一款车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的小红书 我们的tiktok 我们的instagram 我们的youtube 还有我们的facebook 都要follow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